大家好,我是在加拿大的自由维尼 今天给大家聊聊人在海外直接移民加拿大的方式 这篇内容会有点杂 因为要介绍联邦移民项目还有不同省的省提名项目 这里面有太多的细节限于篇幅我不能完全展开 所以我会在下方信息栏里放上介绍过的项目的官网地址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查阅也欢迎留言提问讨论 还有一点这些移民信息都是有时效性的 联邦和省里对喜好什么样人来移民一直都在变化 所以我今天说的东西也许过半年就不一定对了 大家查询信息的时候还是要去看官网看最新的资讯 我这里只是起一个抛砖隐约的作用 要说好加拿大的移民政策问题还是挺麻烦的 我们还是马上进入正题 先看联邦层面的直接移民项目 那就是很多人都听过的寄出移民项目 在2015年1月已经被整排到了快速移民通道项目里 英文名叫做Express Entry 以下我们简称EE EE的基本概念就是下面有三个项目 分别是寄出移民项目加拿大经验类项目 以及寄出移民项目 这最后个寄出移民项目很冷门也很难 可以先略过 然后是经验类项目 要求必须是要有加拿大的本地工作经验 所以存海外背景的申请人也无法符合 最后的寄出移民项目 就是绝大多数海外申请人的项目 俗称寄出移民 EE具体运作方式就是先要符合每个项目的基础要求 比如寄出移民的67分 然后进入意义系统再次打分 移民局就如同高考一般每次都会怀一个分数线 不低于这个分数线的申请人才会获得邀请 而获得邀请的申请人就可以申请加拿大的永居身份 也就是移民 这里打分的项目包括学历 中国学历做了要求的认证之后也是可以的 满足条件的中国工作经验也同样可以加分 然后是年龄 29岁往后开始扣分 还有语言成绩 英语或者法语的都可以 最后如果有配偶且要一起随行移民 还有纳入配偶的这些情况进行打分 具体的打分方式可以直接查看官网 链接我会放在信息栏里 那么意义快速通道的特点是什么呢 从名字就可以看出就是突出快 在疫情之前确实如此 当时官方给出的平均处理时间是6个月 但疫情后事情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 移民局开始重点照顾境内的申请者 这其中经验类项目的处理时间 已经缩短至4个月 说到这里正好可以插播移民项目省批时间的话题 因为这个问题经常看到别人提起 也总会听到有人说最近申请处理很慢之类的话 其实这些项目的处理时间 直接在移民局官网可以查到的 完全不用在网上问别人 网址我也会放在信息栏里 这里可以看到只要选好对应想查询的项目 官网就会给出一个时间 比如我们选经验类移民项目 时间就是4个月 具体这个时间怎么解读呢 是每个人都会审批4个月吗 还是最长4个月 其实都不是 官网这里有详细说明 只要点击进入这个问号图标 就会看到说明 再次点击这里就可以看到处理时间 是怎么被算出来的 其实就是移民局根据他们的历史数据和经验 估算出来八成的申请所需要的时间 然后处理时间是从移民局 接收到申请者完整申请资料的那天开始 到做出最终决定那天结束 总结一下 就是官网给的处理时间 是个大概的参考时间 对应的是一个大数据下的 大多数申请的处理时间 比如经验类移民处理时间目前是4个月 而有朋友刚刚两个月左右就批下来了 那也许就有人6个月才批下来 所以这些处理时间看个大概就好 不用扣指头盼着移民局 真的就严格按照这个时间来下签 另外官网里也说了 审理时间会因为申请者的个人情况 复杂与否而改变 比如有的人的情况 要花多一些时间何时之类的 所以别人的处理时间 未必就会和你一样 问来问去很可能就是徒徒烦恼 回到主题 最近海外申请的技术移民项目 处理时间是比较慢一些了 需要24个月 但是考虑到投资读书来加拿大的工作都不需要 做在家上传一些文件 就可以申请到加拿大的移民 简直太好了 但时间没有白吃午餐 这么优惠的条件显然门槛要求是极高的 具体这个门槛有多高呢 这套系统的算分规则较复杂 大家可以借助官网进行评估 这里给出个大概的定量定性分析 申请人如果是单身硕士年龄是29岁以下 有一年符合要求的非加拿大的工作经验 那思考到8777 其中听力是8分 那么他的11分数是444分 如果有配偶大概率情况下 分数会是更低 444分是个什么概念呢 可以直接告诉大家远远不够 我们再把条件放高一些 其他不变的情况下 工作经验提高到3年 这是11系统里对海外经验最高的评分了 之后经验再多分数也不会继续增加 这个时候分数是469分 如果是以往的一些年份 这个分数其实算是很有竞争力了 可是疫情后分数线已经发生了极大变化 469分还是不够的 那么再提高个人条件 亚斯考了满分 这里可以不是理论上的满分四个九那种 第一系统里对亚斯成绩认定的满分是听力8.5 阅读8分口语和作文7.5 达到这个分数就是打分系统里的满分 这个时候差不多算是海外申请人的极限了 分数来到了481分 放在以前这是一个绝对可以满足条件的分数 然而疫情之后 一一的分数线已经飘高到了481以上 最近三次连续邀请分数都是486分以上 也就是说 海外的人不学法语或者不是博士 已经很难直接申请加拿大的寄宿移民了 而且如果上面的条件哪怕有一条满足不了 基本上是可以放弃海外直接寄宿移民这条路 无法直接联邦寄宿移民的话 又不想来加拿大先读书工作 还有一条路就是考虑各种省提名项目 加拿大总共有10个省 每个省都有自己的省提名项目并且有好多个 所以 省提名不是个具体的项目 而是个总称 那么有哪些可以直接海外申请的省提名项目呢 我们一个一个聊 早几年以前最热门的有个萨省无故组类省提名 门槛第一且是先到先得的抢名额模式 对大邻人士很友好 但自从改为安分书邀请之后 已经基本上断绝了海外申请人的念想 新社省以后不定期开放的省提名会面向海外的申请者 但是最近一次已经是2022年11月 而且只要法语是第一语言的申请人 海外的也不用太指望了 然后是安省的一些项目 作为加拿大经济最好的省 安省一直是一名大省 除了有对本地留学生以及有本地工作人士开放的项目 还有一些对海外申请者开放的项目 第一个还是法语项目 其实学好英语不一定能移民加拿大 而学好法语却有很大机会可以 这也是一个值得单独开篇说的话题之后会做 安省的这个法语项目是走意义通道的 所以处理时间相对来说快一些 这里正好提一句 有些省提名项目是走意义的有些者不走 这是省理制定政策时候就定好的 走意义的意思是通过意义的项目来邀请 而不走的话就通过别的方式申请 当然又到了门槛问题自然也是很高 首先是需要能入识意义 意思是能满足意义三个项目之一的基本资格要求 对海外的申请人来说 就是寄出于民理的基础资格评分能达到67分 然后需要有本科会以上的学历 最后就是语言要求 法语需达到CRB7段水平 换算成英语的概念就是亚识4个6 英语同时达到亚识5分左右 这个项目最近的动向是对意义的分数要求不是很高 是的安省也看联邦的意义分数进行邀请 但同时安省也有一套自己的打分 这两种分数是用着安省不同的省提名项目 所以说这种系统让新接触的人迷糊是很正常的 具体安省的省提名项目介绍之后会单独一篇详细讲解 感觉已经欠了好多篇了 继续做回安省的法语项目对意义的分数要求并不高 有时候只要300多分就行 但是先别高兴太早 分数确实低但是职业是被限定的 比如2023年6月5日邀请了医疗教育和财务方面的职业 其中并不乏一些基础职业 比如行政助理采购人士等 但是这种邀请并不保证以后就一定还是低分 或者还是这些职业 加拿大移民项目纷繁复杂的一点也体现在这里 另外一个安省会邀请海外申请人的项目 叫做Human Capital Priorities 这个有点类似法语项目的英语版 也是根据分数以及职业来进行邀请 这个项目分数进气的一直不低 基本是比对着前一次联邦意义邀请来划定分数的 比如2023年5月5日这次 分数线就是475到482之间 之所以有个上限 是因为再高分数的人就可以直接走联邦意义了 意义在2023年4月26日邀请的分数线正好是483分 安省这次邀请的职业全是IT类的 比如数据分析软件开发网络开发等等 也有分数低的邀请 2023年5月8日安省又再一次通过这个项目发出邀请 只需要意义分数在427到482之间 427分的最低分看似不高 但是职业完全限制在了医疗方面 邀请的职业包括医生护士受医药剂等等 总结下来目前安省对海外申请人的要求就是 分数低的邀请对职业类型卡得很死 或者低语言要是法语 如果是IT这类工作又对一一分数要求很高 是指使用特定人权的一个选项 详请我们在安省片再展开 最后说说大名鼎鼎的魁北克技术移民项目 魁北克已不靠谱和耍流氓著称 但是多年之前魁记的门槛还是很低的 并且还是抢名额的先到先等模式 但是随着多次改革 现今的魁记项目早已经改头换面 也是成了先达分入时的邀请制模式 而且魁北克这个法语社会正在空前的强调法语的重要性 如果不会法语 也基本上可以跳过魁记这个项目了 试得基本上把常见的人在海外直接移民加拿大的项目都提到了 抛去违法作家买雇主的情况 真正可以实现海外直接移民加拿大的 除了本身要有过硬的实力之外 可能还需要一些运气 比如职业情况 或者是法语好的 这应该也要归类于本身实力硬 因为中国的常见外语并不是法语 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上篇直接就写了 目前想移民加拿大大概率是要过来留学的 下篇说加拿大留学移民的情况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点赞评论和关注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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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